除了別墅之外的話 別墅有人買 有鬼頭開手機 你要不要買 蔡康詠 小S 康熙來了這兩大門下 靠著說話 讓觀眾老老續續跟了12年 主持風格 蔡康詠收 小S放 兩人一來一往 把說話這門藝術 玩得徹底 他們兩個太了解了 而且就是彼此 都有一種安全感 兩個雖然在同一間休息室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們在裡面 一定是一直聊天 然後一直對說等一下要幹嘛 錯 小S只要一抓到話筆 管你3721先嗆再說 接下來來賓的反應 有尷尬 有反擊 有被迫接受 全成了最好的節目效果 像康熙讓我覺得 每一次壓力都很大 S在問話的時候 都感覺很像一個你知道 快馬加鞭 會快到讓你就是無法接招 然後如果又像我們這種 可能反應不夠快 有時候真的會被他問傻了 就是是不是說謊 可能有時候一眼 就被人家看得出來 你懂嗎 所以妳一定是有在追我一些 不好的新聞對不對 跟我說什麼 好 媽 她是我的新男朋友 媽 妳在跟我說我一個伴 對不起 小S不僅動口 更喜歡動手 凡事好看 有肌肉的男性 全成了她的下韭菜 從古至今沒有一位女主持人 這麼敢 人欺人母的身分沒有困住她 小S玩出觀眾的期待 小S出過唱片 跳過國標舞 愛憲之餘還要抓來賓襯托自己 於是乎比較出效果 無心中也幫藝人加分 小S出怪招 讓節目亮 知性的蔡康友 讓節目尾 你看 情音太高了 糟糕 不同於小S的咄咄逼人 蔡康友用內斂 呼籤 hold住全場 一手拉住衝過頭的小S 一手照顧到所有來賓 跟康友哥合作 你可以肆無忌憚的想講什麼 去虧一些來賓 然後激起一些來賓的 想怎麼會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弄我 然後康友哥都可以把他補回來 把他拉回正題 蔡康友 小S 一問 答 演唱 豐富康熙來了 晴雲流水的節奏 風靡十二年 天生一對的大膽 愛你們的